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张建华 从今天开始,我将给大家讲授二十世纪俄国史 那么下面呢,我就开始我的第一讲导论 二十世纪俄国史的基本理论 在这里讲里呢,我主要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俄国史 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开俄国历史的未解之谜 第三个就是要学习俄国史就必要的要了解一些概念 第四个问题就是二十世纪俄国史的基本分期和基本线索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俄国史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和基本书目 我们这一讲是导论 什么叫导论 我想引用一个著名的学者 就是美国著名的全球史学家 斯塔弗利亚诺斯 在他那本著名的全球通事里面 在他所写的导论里面 所解释的什么叫导论 他说导论应该是一个宇宙容器 应该是一艘飞船 他将载着读者登上月球 使之能够观察到地球的全貌 就像本序言之后的篇章 了解到地球上诸重大时间那样 那么也就是说 导论要完成任务是多方面的 他应该勾画出我们这门课程的基本线索 基本问题 基本的学习方法 以及基本的阅读书目等等 四年前我曾经出版出版过一本书 俄国史 在那里面呢 我写下了最后的这么几句话 就是一个叙事赶超的民族 一个现代化的迟道者 一个红色风暴的源头 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代 一个群星璀璨的国度 一个分分合合的欧亚大国 他的落后 他的发展 他的强大 他的衰落 他的昨天 他的今天 以及他的明天 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么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就是俄罗斯 他的名称呢 也曾是罗斯 基辅罗斯 俄罗斯帝国 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俄国史 一 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 曾经对人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的主体民族 他是在近代和现代乃至当代世界历史上一个叱咤风云的民族 无论是18世纪 19世纪 20世纪 还是当下的21世纪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文化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我们说起俄罗斯的作家 从这个普希金 托尔斯泰 到这个索尔尼琴 说他的诗人 特瓦尔多夫斯基 莱蒙托夫 说他的画家 克拉姆斯科伊 列宾 以及科学家 思想家 可以说是 灿弱群星 灿弱群星 正因为如此 俄国著名的作家托尔多夫斯基 是这样来形容自己的民族的 就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民族 永远不屑于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的民族角色 甚至也不屑于扮演一个头等角色 而一定要扮演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 学习俄国史的第二个理由 就是俄国历史的发展的道路 以及现代化进程是独特的 堪称世界一局 一局 说起这个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们一般是习惯把它划分为两种道路 一种就是英国式的道路 也就是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式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法国式的道路 就是通过这种突变式的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 那么在我看来 俄国的现代化是第三条道路 它是改革与革命协同并进的 就是我们在俄国历史上能够找到改革与革命存在的影子 和它们发个重要的作用 那么从十世纪的俄罗斯国家 基辅罗斯这是它的第一个国家 立国开始 俄罗斯就走着一条明显的既不同于欧洲 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从十世纪的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时代 到十八世纪的沙皇彼得一世时代 叶卡杰迪纳二世时代 到十九世纪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代 和亚历山大二世时代 到二十世纪初的革命与改革所引发的社会激变的时代 以及到红色苏联领世界风云之先的时代 以及到今天新俄罗斯叙事待发的时代 那么俄国的统治者 领导者和革命者 始终致力于探索一条十和俄国国情的道路 那么这条道路就是俄罗斯道路 也就是俄罗斯式的现代化的道路 那么第三个理由就是 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曾经强大 甚至可以说曾经貌似不强大 并且将最终再次强大的邻国 因为他曾经对中国的发展道路 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并未终结 首先以史为鉴 俄罗斯是中国临近的最大的大国 中俄之间的边境线是1600公里 历史上两个国家 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有过侵略与反侵略的悲剧性的一页 也留下了这个经贸文化交流 远远流长的友好篇章 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既有过高歌猛进的日子 也有过阴霾满天的时候 那么从这一点来讲 我们应该了解我们的邻国 中俄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始于元代 那最初那个时候 这个元代和俄罗斯有了一些接触 但是中俄之间正式进行官方的外交的交往 是始于17世纪80年代的中俄尼普条约 它的准确的签订时间是1689年 这个条约是中俄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 但是从此之后 中国之间签立了17个条约 那么剩下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 那么通过这些条约 那么俄国割让了中国的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如果若是把俄国所支持的外蒙的独立之后 所脱离中国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也算上的话 那么俄国从中国割占了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么这个土地相当于中国现有土地的近三分之一 相当于100个台湾 那么苏联成立之后 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应该说也既有友谊的一面 也有相互冲突甚至对抗的一面 乃至1969年中苏关系破裂 到1989年 戈尔巴乔夫访华 那么宣布 中苏领导人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 就像这个邓小平所讲的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苏联解体之后 1996年 中国跟俄罗斯两国建立了一个平等信任的 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在健康和顺利的发展 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 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 那么这是从历史上来讲 那么以昨天为戒 以俄为师 以苏为师 乃至全盘苏化 这曾经是我们的一个口号 特别是当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发之后 那么红色苏外政权的出现 曾经让中国的革命家为之振奋 革命家李大钊 立即满怀信心的断言 试看未来之遇中 定是赤其之天下 那么另外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也曾经大声宣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于是走苏联人的路 建立苏外政权 人人当家作主 这一个个理想激励着几代中国人 为之不屑而抛洒热血 那么到了今天 尽管中国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 但同样都是转型国家 如果说我们昨天需要学习俄国 学习苏联和借鉴苏联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更需要借鉴俄罗斯的转型 那么第四个理由 就是通过学习俄国史 能够使我们增加国际理解 增加对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理解 这里涉及到一个学习和研究世界史的目的是什么 在我看来 世界史和国别史 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学习的二十几俄国史的教育 对于我们人们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养成这种开放的国际意识 提高国际交往的能力 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把它称作这是国际理解 那么199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上 提出了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 其目标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热爱民主 自由正义团结宽容 接受民族间和国家间的种族宗教文化社会群体之间 以及个人之间的差异和谅解的这样的公民 那么我想学习世界史 学习俄国史能够增强我们对不同的文化 不同民族的理解能够增强 使我们更更加开放的 心目中苏联曾经是一个无比神圣和令人相往的地方 那么我们走上街头 沉淀的那些老人 他们唱的歌曲里面 可以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卡丘沙 甚至对于每个北京人来说 如果能够到这个老墨餐厅 也就是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 北京人非常亲切的把它称作老墨餐厅 去吃上一顿饭 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同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 学习和研究 俄国史苏联史 也是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 第二个问题 解开俄国历史未解之谜 那么 为什么彼得大帝的俄国 能够一飞冲天 为什么俄国历史上 诗人文学家 科学家 艺术家 四群星灿烂 为什么有着三百多年统治历史的沙皇政权 顷刻间土崩瓦解 而为什么列宁和他的革命家组织 几乎以数人之力 就能够将俄国翻转过来 为什么苏联 可以在十年内就走完了西欧百余年 走完的工业化进程 那么为什么交哼于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军队 在苏联遭到了惨重的打击 为什么斯大林竟可以将国家的权力 人民的命运 置于个人的掌骨之中 我还可以提出很多其他的这些为什么 为什么苏联和美国能够挑起 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 为什么红色帝国大厦 竟然可以有三个斯拉夫人 轻浮 为什么改变了颜色和发展的方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路标的新俄罗斯 至今仍然是时间命色 那么这一个一个为什么 就给我们提出了研究和学习 俄国史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在我看来 20世纪的俄国史 乃至一部完整的俄国史 留给我们的有五大谜团 那么第一个谜团 就是三百年来 俄国所走的道路 是西方式的道路 还是东方式的道路 或者我们还可以再解释 俄国究竟是一个东方国家 还是一个西方国家 那么这个问题呢 被19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森 称之为俄国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谜 为什么呢 因为从公元十世纪一直到今天 那么俄国的发展道路 在我们看来 犹如钟摆一样 它会在东方西方之间摇摆不定 摇摆不定 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 第二个谜团 什么是俄罗斯思想之谜 那么如果说我们去了俄国 或者我们在看 关于俄国历史文化哲学的书 那么俄罗斯思想 俄文是 英文是 那么这个词呢 会经常的映入我们的脸 因此说 什么是俄罗斯思想 对于这个问题 那么俄罗斯认为 这是他们的民族的精魂所在 精髓所在 那么俄国很多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呢 进行了他们的深入的这个思考 有人说俄罗斯思想就是集体主义 有人说俄罗斯思想是自由主义 有人说俄罗斯思想就是十九世纪来到俄国的 并且最终 影响到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 有人说俄罗斯思想就是弥赛亚精神 所以弥赛亚精神就讲的是 就是俄罗斯民族 从他诞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这么一种旧式的 这种意识 从最早的这个三个耶路撒冷理论 到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 到十九世纪的泛斯拉夫主义 乃至到昨天的列宁所倡导的世界革命思想 这里面都蕴含着丰富的弥赛亚精神 那么究竟什么是俄罗斯思想 这是一大谜团 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大问题 第三个谜团 就是俄罗斯是一个现代化成功的民族 还是一个失败的民族 那么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大致可以把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把它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就是进化型 另外一种类型是动员型 不论进化型还是动员型的现代化 它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一个就是传统性 而另一个就是现代性 那么进化型的现代化 那么它的现代性因素 一般说来都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 都是由内而外所产生的 都是依靠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 和国内的政治矛盾的积累所导致的 因此从历史来看 它的发展是有序的 而不是有于干预的 这种现代化的类型 例如英国 法国 美国 那么动员型的现代化 一般 它的这个现代性因素 来自外部 或者说是受了外部的强烈的刺激和震动的 一种应急的反应 那么动员型的现代化 它有如下的特征 一个就是传统性 就对于这样的国家 那么它的文化传统 历史传统的积累非常深厚 并且呢 对于现代化 对于现代性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第二个特点就是危机性 就这种国家的现代化呢 那么它的现代化的目的非常明确 因为它是面临了外部的危机的压力 它要解决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第三个特点就是权威性 也就是讲 在这样一类的这个现代化的国家里面 由于它的现代性因素 主要是对于外部的外力压迫的一种应急的反应 它的内部的现代化因素积累不足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想进行现代化的这个努力和尝试 就必须要依靠某些人 某些组织 甚至依靠这个政权的自上而下的有意识的干预 第四个特点就是赶超性 也就是这类现代化的国家都是面临了外力的压迫 而是他们是现代化的持道者 那么这个当他们启动现代化之后 那么他们又有非常强的目标性 同时呢 也就具有了非常强的赶超意识 而俄国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动员型的现代化 因此我讲 那么在英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法国现代化道路之外 有一个第三条道路 就是俄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就是从俄国的现代化起步之初开始 俄国的现代化就走着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 那么这一点呢 应该说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四个谜团 就是如何看待文化传统 在俄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俄国是一个文化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 那么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俄国的文化传统 究竟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发挥推动促进作用 还是作为一种消极的力量 发挥制约和阻碍的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 在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 这个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 它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是成事有余 还是败事有余 在我看来 俄国历史上 大规模的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 有五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就是公元十世纪末 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 将基督教 也就是后来的东正教 传入俄国 第二次高潮就是十七世纪末 十八世纪初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 那么大规模的西化的改革 第三次高潮 就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就是以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命家 赤尔尼雪夫斯基 别林斯基等革命民族主义者 对于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 第四次高潮 就是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 那就是以普利汉诺夫 列宁为代表的新一代的革命家 对来自西方的来自西欧的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以及呢 把这个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的一个过程 那么第五次高潮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所开始的就是以格尔巴乔夫新思维 所开始的传播和实践西方文化理念的一个时期 那么究竟在俄国历史上 西方文化是成事有余 还是败事有余 这是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 第五个谜团 就是苏联接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是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因素 我们知道斯大林模式的特点呢 是权力高度集中 是党争不分 是个人专权独断 也有人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徒 因为戈尔巴乔夫是最后一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 那么在他执政期间 他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而且在他执政期间 苏联解体 也有人认为是苏联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苏联解体 认为就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 那么苏联的经济发展呢 进入到了停止的阶段 由此呢 而引发了以后的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 以及民族危机 甚至外交危机 但是呢 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理解 比如说美国学者大卫克茨 他有一本书叫自上而下的革命 他就认为 在伯利人业部执政时期 乃至到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初的时期 苏联中文国力仍然是非常强的 而他认为 这是俄国的领导人 自上而下的所选择的一条发展的道路 那么这里呢 也就是说 这个涉及到了 苏联解体 到底是由于内因 还是外因的原因 于是呢 据有学者又认为 主要的是由于 以美国为首的 这个西方国家 对于苏联所推行的和平演变 所导致的 这是我们所思考的 第五个谜团 第五个谜团 第五个谜团